下面一个重点词 我们来看一个常用的副词 就是故意的 诚心的 它是原来心中有谋划 而不是意外偶然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eliberately 再来一遍 deliberately 叫故意的 有意的 或者诚心的 这个在生活中有三组词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表达意思类似 我们分别多读一下 deliberately 再看它同一词 intentionally 这个也特不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intention本来做名词 就可以表示目的或者意图 那么intentional叫有意的 intentionally就是有意的 故意的就好了 它来自目的意图 intention这个名词 还有我们知道 有一个词叫目的叫purpose 在前面叫on 也是故意的 有意的 这个搭配可能大家在中学就学过 但这个发音要注意 在英式发音这个简单 当中purpose 前后都是啊 啊 这个声音 但在美音中呢 前面有个字母 有勾舍头 但后面没有字母 没有字母 舍舰是不能勾回去的 所以不要读purpose 不对 要当中purpose per 第一个勾回去 第二个还是啊 我们慢慢来一遍 purpose purpose 这个发音不好掌握 我们放到一块在那边 on purpose on purpose he did it on purpose 他是故意 有意这么做的 可以这么来说 在写作中呢 他的替换 就是他的一些反译词 我应该说 他的相反的词汇 因为精彩在一个 一群中同时出现 就是意外的 偶然的 不是诚心的 没有预谋的 我们可以用 accidentally by accident 或者by chance 就是意外的 偶然的 没有视线的规划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accidentally accidentally 再多后面两个 by accident by accident 都最后一个 by chance by chance 这三个白颜色的 咱们翻译成意外的 偶然发生的 没有任何视线的预谋 这根故意的诚信 可以放在一块记 就好了 好 这个词看到这 下面 我们再看一个 特别重要的词汇 就是 使某人苦恼 或者折磨某人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fflict afflict 注意 使苦恼 折磨某人 这一定是一个 极无动词 那么他的宾语呢 既然是使苦恼 宾语应该是人 我们搭配可以用 afflict somebody 叫使某人苦恼 或者令他痛苦 折磨他 但是如果某人 因为某事 而很痛苦呢 因为人做宾语 如果宾语做了主语 这个地方就得用被动了 叫be afflicted with 或者强调被动的话 也可能用这次by 因为某事而痛苦 这个痛苦既可以是精神上的 也可能是体力上的 都有可能 精神身体都有可能 咱们看一些例子 你看咱们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说 he was afflicted with 或者是by his injured leg 他因为这个腿伤 而特别痛苦 腿腹伤之后 特别疼痛 他因为腿伤 而觉得特别痛苦 还有呢 he was afflicted with 他因为妻子的去世 而觉得非常非常难受 中年丧妻 这么一个感觉 并不太好受 第一个是肉体上的 第二个是精神上的 记住 某人因为某事痛苦 用afflict 用被动 be afflicted 我们叫with 就好了 因为他本来是使某人痛苦 这个被动结构 把它记住 那么还有他几个行进词 有一个我们在前面讲过 就是我们在26课讲 那个exert的时候 讲过一个词 叫做把痛苦的事 强加到某人身上 你看也跟痛苦相关 当然这个拼写呢 是i n f l i c t 跟它类似 但搭配和含义 就不一样了 我们大声都讲 inflict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26课生死中 咱们讲过 inflict something on somebody 把令人痛苦的事 强加到某人身上 这个时候 它第一个宾语 应该是事物 是something 是something 这么一个结构 而且这个结构 一般用主动比较常见一些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句子 拜托 请不要把你的爱情 强加到我身上 这样让我觉得很痛苦啊 我也不好拒绝你 但是你说 弄得很尴尬 很尴尬 好难受 怎么说呢 please don't inflict your love on me 看到吗 后面加起子 这个跟a flick 折磨某人 这一定要七分开 它的搭配 具体的含义 是不一样的 这个主意 这是把痛苦的事 强加到某人身上 还有一个 它同根的字 但这个词是名词 这是双方的冲突 矛盾 分歧 不合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中心在最前面 conflict conflict 这是名词 双方的矛盾 冲突 分歧 不合 搭配呢 在前面加个其次 in in conflict 表示双方有矛盾 有分歧 有冲突 有争执 咱们也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the employers and workers are still in conflict 这些雇员们 这些老板们 和工人之间 依然有冲突 有矛盾 双方 矛盾不能调和 这个employer 是雇主 老板 这个workers 工人 类似劳资双方 这个老板们和工人之间 依然有矛盾 有冲突 be in conflict 先看这一组 行进词 而且含义类似 afflict inflict 还有conflict 先把它记住 那么我们下面 再总结一下 某人 因为某事而痛苦 某事令某人很痛苦 这个痛苦相关的表达 一会儿在课文中 也会看到类似的意思 某人因为某事痛苦 我们在第九课 非猫中就讲过 一个搭配 somebody suffered something 或者suffered from something suffered a broken tooth 一个牙舌了 因为这个而痛苦 我们说了 后面有没有这次from 都行 the cat suffered from a broken tooth 或者the cat suffered a broken tooth 这个猫有一根牙断了 这个都行 I suffer from insomnia I suffer insomnia 都行 有没有from 都行 某人因某事而痛苦 这个时候呢 人做主语 后面suffer from 是主动结构 from可以去掉 但是某人 因为某事而痛苦 有一些就都被动了 你像我们刚才那个afflict 它是用something做主义是主动 人做主义是被动 跟它类似的 还有distress 也是令某人痛苦 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主动结构 那么主语就得是事物 并也是人了 这个用法跟刚才那个afflict 是类似的 我们再读一下 这令某人痛苦 distress distress 那么也是令某人极端的 这个痛苦 而这个词一般多是指 精神上的痛苦 因为什么 考试不及格啊 因为丧偶啊 因为什么 什么母亲去世啊 精神的痛苦 一般用它更合适一些 还有跟它类似的好多 也是表示令某人非常痛苦 你注意这几个搭配里面 主动结构里面 都是事物做主义 人做宾语 如果人做了主义的话 通通用被动 这三个词也是指令某人痛苦 但它语气更重一些 叫令某人痛不欲凶 悲痛欲绝 非常非常痛苦 语气更重一些 我们分别大声读一下 torture torture trement 注意中音 trement 再看最后一个 wreck wreck 这个都是令某人极其的痛苦 这个torture和trement 都跟酷刑相关 因为这个字头 t-o-r tor 这个字头 一般是跟拧相关的 你听声音 tor 好像撕拧某人一样 只是古代那种酷刑 所以令某人痛不欲生 后面这个wreck呢 为什么它有令某人痛苦的意思呢 我们知道这个wreck做名词可以表示架子 放东西那个架子 我们在超市里的货架就是一排一排的wrecks 这个架子为什么会令某人痛苦呢 这指古罗马尼路时期一种酷刑 就拉支刑具 一听就很可怕 把这个人放在一个大架子上 四肢往四个方向来撑拉拽 你招不招 你不说实话 一直把胳膊腿拽掉为止 所以这是拉支的酷刑 那派生也是令某人非常非常痛苦 注意 这个都是人作宾语 如果要是人作主语呢 这个时候都得用被动 我们看一个简单句子 God Almighty Where are you When the world is wrecked by war 只不过这里没有用人 用你人化的世界 这个世界被战争所折磨 你看这牢的事用被动了 对 这个时候呢 全能的上帝呀 您到哪儿去了呢 为什么不来救我们呢 这个God是上帝 Almighty 这个形容是后制 就全能的 就一切事情都可以做 既然是全能的上帝 你看到我们在受苦 为什么不救我们呢 一定可以救我们呢 这么说 God Almighty Where are you When the world is wrecked by war Be wrecked by 叫做被什么什么所折磨 因为模式而痛苦 这个哪个是主动 哪个是被动 希望大家把它摘清楚了 不要搞混了 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我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舒适 或者是容易 它用同一个名词 这就讨厌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ease ease 注意这个名词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容易 第二个叫舒服 或者舒适 作为名词单独使用 当然是看不出来是哪个意思 但它用在搭配里边 就一目了然 敬畏分明了 为什么呢 它不同的含义搭配是不一样的 如果表示 非常轻易地 轻松地 这个时候 用这词with with ease 相当于easily 这个结构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with加名词 相当于这个名词通根的副词 我们在前面说过 with difficulty 相当于difficultly 在25课这个卡地测词翻船里面 非常困难的 with great difficulty 相当very difficultly 咱们说过 with ease 就是easily就好了 就非常轻松地 轻易地 看例子 he passed the exam with ease 他轻松地通过这门考试了 考试太简单了 他能力超强 轻而易举地 通过了考试 这个在这个搭配里面 是表示容易 前面加些词with 如果表示舒适呢 这搭配就不一样了 我们一个搭配的 舒舒服服的 可以用do something at ease 相当于in comfort 就相当于副词 comfortably 舒服的 一点都不难受 浑身特别舒态 这个时候前面加ease 注意连读 当时at ease at ease 也是舒服的 注意在前面加in 没办法见一个几个 再读后面的副词 comfortably 注意comfortable 再加去掉 我意识 再加y 变成副词 但中间不要读成comfortably 那个2 在这是不发音的 理论有 但其实读不出来 所以conf conf在里面 comfortably comfortably 这个叫舒适地 在这个搭配里面 这个意思翻译成舒适 你看搭配 决定含义 还是这个重要的知识 he sat there at ease 他非常舒服地坐在那里 坐在一个大椅子上 四仰八叉 这么一座 非常舒适 这是注意ese 不同搭配的两个含义 把他记住就好了 下面我们再看 蔑氏鄙氏 这个名词 又出现cewin 老师多次说过 cewin如果轻毒 一定发ken 中毒发ken 而且要特别轻 tempt中毒 声音大一些 第一个 音音节声音小 慢慢来 再来遍 contempt contempt 耳不要都contempt contempt 再来遍 contempt contempt 蔑氏 蔑氏 或者是鄙氏 这是个名词 这个名词搭配 我们在23课讲过 大家还记得吗 hold somebody in contempt 叫鄙氏某人 再放在搭配里面 可以当动词端语来用了 你看 我们大家都很鄙氏他 we all hold him 或者hold her in contempt 大家都很鄙氏他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蔑氏鄙氏 轻视瞧不起 那还有它的同根的形式形式 一会儿咱们在课文中会用到 就是轻蔑的 鄙氏的 直接在后面加 U O U S 当然形容词来用 这个时候这个t 又会发ch 这个声音 因为后面的U 前面发音时发 U有个E t 碰到E 又会发ch 在里面 contemptuous contemptuous 鄙依的 鄙氏的 这是形容词形式 蔑氏鄙氏 瞧不起 咱们的复习 动词系列 我们讲过 急误动词 despise 还讲过它的同一词 scorn 还讲过 这个习语 look down on 或look down upon 鄙氏 轻视瞧不起 这个结构 是复习 我们以前说过 但是这个contempt 这个词 没有它同根的动词形式 注意把几个动词再读一下 despise scorn look down on look down upon 这个都行 如果contempt 要当动词来用的话 只好用在这个短语 hold somebody in contempt 变成动词短语 这个就可以了 这把蔑氏 这个相关表达 主要是复习 我们放在一块 看一下 就好了 好 最后一个 比较重要词汇 咱们看看这个羡慕的 或者是嫉妒的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envious envious 它表示羡慕的 偶尔也能表示嫉妒的 但羡慕的 往往是个中性词 但嫉妒的 表示这个意思 可能略微有点贬义了 就是褒义词 中性词 这个贬义词都行 羡慕的 一般是 哎呀 真好 真不错 太好了 让人羡慕 嫉妒的 哎呀 真不错 看我哪天弄死你的 是嫉妒的 嫉妒是意图伤害对方 这个envious 这个词有的时候两个意思都行 但是它表示 这个羡慕的这个含义 更为常见一些 应该说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注意 没有字母R在后面 所以不要读这envious 没有V而死这个声音 再来面 envious 注意字母V 上压处下准 后面不卷舌 再来面 envious envious 好极了 这是羡慕的 偶尔可以表示嫉妒的 还得去搭配 要不然都不会用 首先记形容词搭配 叫be envious of 那么对什么什么很羡慕 对什么什么很羡慕 或者嫉妒 我非常羡慕你的成功 I am very envious of your success 我羡慕您的成功 它的动词和名词形式 都是把后面那个I O U S 去掉之后加个字母Y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envy 羡慕或者是嫉妒 做动词 做名词 发音拼写是一样的 咱们看一些例子 You lucky dog I envy you 你一个幸运的家伙 我真是羡慕你 I envy you 看到envy 当动词来用 是极物的 直接可以加病 不用加戒指了 但是这个lucky dog 这个dog在英语中 一般来说 没有什么贬义的色彩 因为在英国 这个狗的地位是蛮高的 跟人差不太多 它并不像中文 狗是个明显的贬义词 什么狗奴才 狗牙抑 狗冠 狗腿子 狗男女 对吧 但是在英语中没有什么贬义词 在中文不能说 哎呀 你一个幸运的狗 对方非抽你不行 我是你一个幸运的家伙 我真羡慕你 可以这么说 它当名词来用 也行 你真是我羡慕的对象 这个envy当名词 不但可以表示羡慕 也可以表示羡慕的对象 对方羡慕的对象 You are my envy 就相当于I envy you 搭配是类似的 可以这么来说 甚至你看我们 再看一个句子 他的同事都羡慕他的才华 他的同事都羡慕他的才华 如果名词结构呢 是不可以说 他的才华 是他的同事们羡慕的对象 是不可以这么说 His talent is the envy of his colleagues 当然这个envy呢 如果是我 你是我羡慕的对象 这个是因为 这个我很短嘛 我们用数个my envy就行了 就不要说 You are the envy of me 这就太别扭了 所以用my envy就好了 但他的同事 这比较长了 所以把once envy 或者the envy of somebody 这个大家还记得 那么吸引了某的注意力 attract one's attention 如果这人太长了 可以变成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somebody 大家还记得吗 就好了 His talent 他的才华 is the envy of his colleagues 那翻译成中文呢 他的同事们都特别羡慕 他的才华 或者有点嫉妒 他的才华 都有可能 这是看到 他的这个形容词 和动词名词形式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他的敬意词 就是一定表示嫉妒的 这个词就往往有贬义色彩了 因为嫉妒的是意图伤害对方了 我们再读一下 同样没有字母 而不能够说到大声里面 jealous jealous 这个一般是嫉妒的 注意这个词 搭配呢 跟envious 非常类似 叫做be jealous of 对什么什么嫉妒的 可能意图伤害对方 一定记住 后面加借词of 他的名词形式 直接在后面加why就行了 就嫉妒的名词 大声里面 jealousy jealousy 就是指嫉妒 类似于刚才的envy 跟羡慕 类似 但嫉妒 有贬义词的味道 但嫉妒这个词 它本身没有动词形式 它只有它的形词 和名词形式 做动词的话 那么是没有办法的 动词只能用envy 类似这种表达 它没有自己同格的动词 好 这是我们把第27课 声词和短语 我们先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